这也正常 毕竟还是年轻小 15岁 是吧 你见到 你15岁 你见着大人还哆嗦着 是吧 更何况是见着世界第一呢 孙永沙和张本小美盒的比赛 现在是2比0 莎莎暂时落后 刚刚开局 莎莎调整一下 这样的遭遇战 确实打起来还是相对来说 更加的需要快速的适应 莎莎给刀正手 直接挑打得分 打陌生选手 咱们莎莎通常优势还是非常大的 毕竟我们在发揭发环节 一向是 这一场比赛 怎么也得算几个七八五六个 对手这个球还是给的不错 莎莎想反手撕斜线 结果出现了15球 1比3 每核发球 每核发球 张本伟和还是稍先紧张 这几个球是自己没处理好 这白短直接回摆下网 手感上确实不好 3比3 这正常 毕竟还是年龄小 15岁 是吧 你见到 你15岁 你见着大人 还哆嗦着 是吧 更何况是见到世界第一呢 是这意思吧 再吃一个发球 4比3 莎莎给个半出台 没关系 4比4 5比4 双王开场这个九个球 更多的就是在前三板做文章 莎莎还没有完全发力 感觉这个美合的失误就挺多 4比5 连得两分6比4 小美猴确实紧张 确实紧张 你不信你这个给他量量的血压 是吧量量的心跳 最少这个现在是一分钟110 7比4 张宝美和这名球员 他其实现在啊 打沙沙 怎么说呢 这属于啊 摸高 摸自己的高 是吧 还没有看到天花板 当看见跟这个顶尖高手的这个实力差距之后 在未来我们觉得张本美和呢 是吧 到底能不能把这个自己的平静突破 这才是真正考验张本美和的 那现在其实他跟咱们是有差距的啊 当然咱们也要充分重视这个对手 毕竟呢 之前打这个呃 沈玉宾啊 包括跟这个 田智希啊 是吧 打的都挺好 他的正反手还是比较不错的啊 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呢 现在力量也有所加强 5比8 嗯 这勾手挖球啊 沙沙接的非常好 对方还是想打落点牵制啊 沙沙这个脚底下非常灵活 9比5 对手劲长 沙沙这个反手撕斜线这一下 这一局啊 有几个次失误了啊 没有控制好 这也不赖沙沙啊 对手竟失误 我们手感也没有培养出来 9比6 咱们收看比赛同时 也希望大家点点赞点点关注啊 一起为孙永沙加油 对手努力 好球 这是一个反手相值球 10比7 我们还是顺利的拿到了第一局局点 第一局波澜不惊 波澜不惊 莎莎是基本上没有太出汗 就把这第一局拿下 好 感谢观看